把握大事板块洞察投资机遇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满侃金融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1年1月7日8点15分 美东时间2021年1月6日19点15分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深城横盘 美国会生乱 大家注意这块不是美国会生乱 是美国会生乱 首先来说呢 咱们回顾一下昨天咱们的预期 咱们的预期我说已经连涨4天了 不能傻到就是一个劲的拔这个大涨 如果再拔大涨的话 怕关联层又出来喊话 昨天呢如期的深城这一块 出现了一个横盘 那么昨天出现横盘 今天会不会一个调整呢 个人认为呢有可能调整 因为我们可以看 它对于多空分界线现在已经呢 离的比较远了 我觉得它会等上一天 甚至一天半 那么昨天算半天 今天呢可能再等上一天 等上一天呢 主要的目的是让五日均线跟上 它起码要回踩一下五日均线 不排除它在这长时间的横上两三天 等着十日均线也跟上来 但是呢那样呢就有点弱势 因为咱们昨天给了大家一个总结 说这块如果不能连续的往上上攻 这块就会死差 形成一个顶背离的状态 那就不太好看了 个人认为呢在这块呢会有一个连续的突破 但是是绝不会是啊 还是那那种小门绝不会是 像这个呃7月份似的 这这样突破啊 这样突破是不太可能的 我觉得呢应该是这样啊 这样不太可能 这样呢也不太可能 我觉得角度呢应该是45 或者是稍微的大一点啊 稍微的大一点60度角啊 这也就差不多了 这是个人的一个判断啊 不见得正确 如果要打脸了呢 您就哈哈一笑 这是深层 昨天呢是基本上符合判断的 昨天的上证比较强势 我们来看一下上证 上证 基本的也符合预期 我说了 咱们这块呢已经拔了好几根 这种中央线 昨天呢应当呢收一个小羊 昨天收一个小羊 我们可以看啊 不足0.7% 甚至不足1% 像这种呢 就是属于一个小羊线里头 但是他这个小羊已经是顶在小羊的上格了 超过0.7%的话 那就很多的时候就会归属于中阳 有的人呢把中阳呢 从是1%到2%都算中阳 我觉得那有点大 上证现在的如果要涨个2%的话 我们可以看啊 我们可以看这个中阳就比较长了 再看前边 再看前边 那么这块呢 我们可以看啊 这块 这根大阳线也就是5% 所以说是 现在要是把1%到3%像过去似的 都归属于中阳 或者说2%吧 都会归属于中阳了 中阳可能就有点偏大 中阳的范围的跨度可能也就比较大 总而言之 昨天的这个涨幅 我们可以看啊 在0.71里 这0.7是公认的 就是这块应当是归属于一个小阳线 有的是把0.1以下归属于小阳线 但是我是还是愿意用这个0.7 也有人用0.5的 0.5我觉得就有点像新了 这块呢 各说各不同 都有一定的道理 您呢 就是在这个0.5到1的范围之内 给它归属于小阳就行 根据自己的一个偏好 或者是根据自己的多年的一个经验 这些东西呢 K线没有绝对的准确 都是一个多年经验的总结 那么我们来看 昨天的这个小阳线之后 今天呢 到了法定的杂盘日 法定杂盘日 现在有谁来配合呢 有美国国会来配合 就美国的这块的社会情况来配合 要么有时候说呢 过去呢 年轻的时候 总是觉得我命由我不由天 等于岁数越大 年龄越大 会发现了 那出去 哎呀 感情不是这么回事 还是要讲究一个运气的 出去到哪一见着挂摊 就是大师一挂多少钱 是吧 就不再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了 这种情况呢 随着我们的这个经验增加 有时候会发现 真的很多东西是人力所不能及的 谁能想到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 能够突然间出现了这种情况呢 让老特的煽动 今天在美股的尾盘 就有人开始在国会大厦外边呢 抗议啊 不过还好 还没冲击 但是到今天北京时间早晨六点的时候 也就是美国五点多的时候 开始有人冲进了这个国会大厦 而且呢 呃 发生了枪击 打死了一个啊 就是警察啊 警察把这个冲击的民众给打死了 呃 应声 美股呢 在盘后就出现了下跌 那同时呢 美股在尾盘的时候也出现了大幅下跌 这是对于A股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块呢 我现在呢 就不太清楚 呃 是怎么解读 是美股的下跌 会让这个更多的资金流入A股呢 还是美股的下跌会带低了A股呢 我觉得呢 更有可能啊 由于美国那块现在乱点 会不会啊 会不会 这是脑洞大开 因为以前没有过这种经验啊 这个我跟大家是以水平啊 只是 做一个判断 就是会不会上证 在外盘 下跌的情况下 出现一个 正好今天又该是我们上证调整 出现一个早盘的 下跌 对吧 或者一个低开 然后经过横盘震荡 在尾盘的最后半个小时 拉起来 我为什么说出这样一个句话呢 倒不是说因为说对美国的判断啊 因为咱们现在总体判断呢 上证突破 三千五百点之后 本身现在呢 在技术上 有一定的回踩需求 它应当 我们可以看 现在五日均线 还在这个三千四百九十四这块 呃 今天呢 稍微的低开一下 横一 踩一下三千五百点 那么这低开的有点多啊 五十点就有点多 可能会踩一下的多少呢 踩一下昨天的 影线的下边啊 就是三千五百一十点 这块啊 或者说是平开 然后往下下砸啊 平开下砸 踩一下这个三千五百一十点到三千五百二十点之间 那么用这一天的时间正好等这个五日均线跟上来 这是呃 根据以往的经验 正好今天又是法定杂盘日吗 大家都做好了准备了 今天呃 要去这个 等一等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昨天的上涨呢 是已经不像前两天的 放出量来了 已经开始出现缩量 啊 这是第二个判断 第三个 就是我们 常说的是牛市啊 没顶 熊市呢 没顶 是吧 没顶 那么没顶 它不是说 它就一直往上冲 还是那句话 如果要是一个劲往上冲 咱们的管理层恐怕 就又要说话了啊 所以说个人认为不会往上冲 那么今天呢 收一个小阴线 小十字星 或者 哎 收一个收微的 中部六这儿的阴线 我们应当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要是中等阴线的话 可能就要到三千五百点上方 但是个人认为呢 应当会夯实三千五百点 即使 他漏一下 注意啊 即使漏一下 漏就说 他如果 要是出现了 夸一个急杀 杀到这个三千 九四百九十年以下了 直接杀到这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等待 看看 他是不是勾起来 千万不要在这会儿 您做出止损的动作 在这会儿要 一定要坚持到 尾盘的最后四十五分钟 或者最后的半个小时 看他会不会尾盘拉起来 很有可能会尾盘拉出一根影线 尾盘拉出一根影线的时候 那个是您入场的上车的时机 不是减仓的时机 就是从大盘上来说 从个股上来说 昨天呢 有网友跟我这反映 说是 哎呀 这个股不行啊 现在不是二八行情啊 是一九行情 那么大多数呢 都不涨 因为呢 咱们这里头呢 是公开场合 我说过两次个股 后来的大家都反映给 就是新浪啊 推流就给关掉了 只能在YouTube上看见 但是咱们国内的这块呢 由于看一股的还是国内人多 又不能看YouTube 所以说咱们就不能说个股 而且呢 如果新浪给我发出这种信号来 那我也不能傻到 就是跟这个政策去对着干 对吧 如果要是说是跟这种法律法规啊 政策去对着干 那么很有可能会跟我那今日头条似的 会被封啊 我那个今日头条还没有 就是说任何个股的情况 只是说了一些金融的情况 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封了 那么咱们为了避免这个被封啊 咱们在这块呢 还是只能说大事和板块 那么总体上呢 昨天板块呢 依然是军工和医疗法律啊 注意我说的是医疗 呃 有的朋友呢 就跟我说 说是那医疗有没有当时好的建议呢 如果你要说想听这样的呢 您可以加呃 就是加到咱们的会员群 因为呢 咱们很早的时候呢 就会呃 就说了一个票啊 就是在年前 刚刚 进入这个放假的时候 咱们发现的这支票 就是这个银科医疗啊 我们发现的时候呢 是在这里啊 买入的时候呢 就是发现 这发现不等于买入 就是发现 等反应过来是买在了这个阴线上 那么昨天呢 有一个不错的涨幅 那么在我们的会员群 大家可以看是星期天啊 这块的星期天呢 是我北美时间 实际上在中国呢 是星期一 我们买入的银科医疗 那么有的朋友呢 可能会问我 那银科医疗 银科医疗还有没有涨幅呢 我觉得呢 昨天呢 有一个12%的涨幅之后 现在我们会看 上方的已经来到了压力位 我可能会在今天呢 就要做一个小幅的处理 今天会不会有一个回调 如果它有回调的话 那么我还可以再看一看 如果它没有回调 直接往上冲 我会反倒去做一个处理 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股票呢 咱们没办法在这个盘前 给大家呢 进行过多的分享 因为真的跟分享了几次 在国内不行啊 不像在这个油管上似的 那么咱们就只能是 挪到这种小的会员群去分享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那可以加这个微信的会员 那么咱们今天的总体判断 个人认为 上证呢 现在的回调 大家呢 不用太担心 今天虽然有美国的这个 国会这种不好的事件 导致美股呢 已经开始下跌 就是美国的股指期货开始下跌 但是从总体上来判断 美国不好 东方不亮 西方亮啊 现在是改成西方不亮 东方亮 没准反倒是对A股一个 好的反应 那么从总体上来看 可能A股会有一个小的下杂 然后呢 再恢复它的一个上涨 或者横盘的趋势 这是对于咱们总体形势的一个判断 至于大家说的手里的票啊 可能出现了这个19 然后又不太想加会员的呢 那我跟您说 就是现在的 如果您手里的票没有动 或者反倒跌了 也在形成突破之后 也就不要太着急 这两天的强势股 那在横盘之后 将会有获利回吐 然后呢 有板块轮换 因为我们可以看啊 这块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就这块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从宽幅震荡变成窄幅震荡 再到逐步柴高的震荡向上 整个是一个消化 整个是一个消化获利盘的过程 那么这次来说 个人认为 依然会像 7月份到 年底这段时间一样 会逐步震荡向上 然后通过一块横盘消化 然后再上一个台阶 也就是说想拿下 咱们所说的 嫉妒线的 这个 就是这块 咱们当时说 嫉妒线这块还有一个压力 嫉妒线的3700点 就是3685到3700点 这个眼前的压力 个人认为呢 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然了 他如果我预判错了 那是更好 那我们就持股待涨 如果他不能一蹴而就的话 您手里的股票 应当是 会有轮动的机会 您最忌讳的 在牛市当中就是 哎呀 我看着别人的涨了 我把这割了吧 换别的换别的涨完了 然后呢 人一出来了 你结盘了 然后又给套了 又站山顶上了 然后等下一只 一看人又涨了 又割了 千万不要这样 在牛市当中 我们最需要的可能是耐心 那么就算我刚才说错了 我说没有 我说得需要一个长时间 经过一到三个月的时间 去消化 去再拿下3700点 这块 那么如果有人说 那他要直接往上走呢 直接往上走 那您的票可能就能早点 获利 或者早点借套 我们就更不能再动了 大家呢 现在在这种市场当中 一定要有持股的耐心 不要被这个市场情绪 消磨了你的耐心 当然了 你说是个人选股问题 我想追求更超过的利润 那是 那您就要提高您的技术水平 或者是基本面分析能力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加转发 我们美股时间 再见